当那个妆容画好了过后 头发弄好了过后 她总觉得怪怪的 但是又不好意思说任何的东西 或者是给任何的comment 哈喽大家好 我是Elly 你们的婚礼策划师 那我们要如何表达 我们在婚礼上所要的妆容呢 那很多时候呢 我都告诉我的新人们呢 尤其是新娘子 就是你们不要常常用话术 去说你要一个怎么样的妆容 那这个问题呢 时常呢 都会发生在呢 我们的Bright的身上的 那很多时候 比如说 Bright会觉得 当那个妆容呢 画好了过后 头发弄好了过后呢 她总觉得怪怪的 但是又不好意思呢 说任何的东西 或者是给任何的comment 就总之觉得 有一点怪怪 但是说不出口 那所以呢 我们如何可以去避免这个问题 在婚礼当天呢 发生的呢 那其实呢 这一切呢 都是我们缺乏了沟通 而且我们没有用很正确的方式呢 去和我们的这个MegaArtist呢 沟通的 那首先呢 新娘子呢 一定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你要先去网上呢 看一些你喜欢的照片 到底你喜欢怎么样的妆容 千万不要用画素 因为呢 很多新人们都会说 我要很自然的妆 我不要Smokey Eyes的 我要很自然 然后看起来呢 很像一样是我来的 我不要很萌的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用这个画素 去呈现 跟我们找到的照片 跟MegaArtist用他的角度 去看那个照片的时候呢 可能MegaArtist会觉得 这个就是Smokey Eyes啊 因为Smokey Eyes呢 是有分呢 大的Smokey Eyes 中的 小的 又或者是呢 有凸吞的 之类的那个妆 所以我们千万呢 不要用画素 去呈现说 我们喜欢怎么样的妆 最好呢 我们就是用照片 那你已经发了 你的照片呢 对不对 你喜欢的妆 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第二呢 你就要画一个呢 你完全没有画过妆的 眼淡 第三呢 你选了你的 Wedding gown过后呢 你最重要的呢 就是把你的 Wedding gown呢 发给你的MegaArtist 让他更加的了解 你穿什么衣服 发型要怎么样 你喜欢的发型 是不是很适合 你现在的这个 Wedding gown呢 又或者是 你喜欢的那个妆容 它是否适合 你的眼淡呢 那这一切呢 都要在婚礼之前呢 共通的 那我现在呢 要做一个小示范给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呢 有这一个 这个 palette 这个 eyeshadow的 那么 刚才我所说的 比如说 新人们说 我要很自然的妆 我不要很浓的 我不要很shark的 那其实对于 一个MegaArtist来讲呢 很多时候呢 你们要明白的就是 当摄影师在拍你的时候 如果在那个光线很充足的话 说真的 我们的所有的那种黑眼圈啊 瑕疵啊 所有东西都可以拍出来的 在MegaArtist的讲度呢 他会觉得 你说不要很浓 但是他又要顾到 摄影师拍的东西 然后到时你看到照片呢 你看到拍了你很多那种瑕疵啊 你会觉得 可能他画的妆没有这么好 但是呢 当他画好了那个妆 你看镜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的妆容为什么这么厚啊 很像很厚啊 可能我的眼睛可能很深啊 看到我很凶啊 但是 可能新人们 你就不知道 比较深的眼影 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更吐血 可能有一些人的眼睛 没有神的话呢 他需要有一些东西去 让他更凸显他的眼睛的 那我现在呢 只做一个小示范 关于呢 就是我曾经呢 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客人们呢 说 我不要smokey eyes的 你要跟MegaArtist说 我不要任何的smokey eyes OK 我只是呢 要很简单 很简单的妆容 那么当他给我们看的照片呢 其实呢 是这样的 就可能是 用的颜色呢 比较大地色 就是比较brow color一点 那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到哦 其实是看不见的 看到吗 如果说我们在镜头里面 但是如果说 我们在镜子里面呢 这样子看的话呢 其实我是看到呢 我的这一个眼睛的颜色是什么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在 我们的镜头里面看到的话 又要有这样的效果的话 我们要用的是 比较深的一个颜色 不要介意哦 我不是MegaArtist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MegaArt了 我只是想要解释给新人们知道 如果说我们要在镜头里面看到的话 拍照出来的效果呢 拍照出来的感觉呢 也差不多 就是能够让你要的那个颜色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是大概 再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镜子里面看呢 其实感觉呢 哇 很像就是 独身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镜头里看 如果我去后面的话 其实 只会看到我的眼睛呢 更加的shock而已 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以来呢 跟新人们说呢 千万不要呢 就是用画素呢 来说我要一个怎么样的妆容 如果能够的话呢 我们先用照片来呈现 然后来沟通 然后再加上呢 我们的脸蛋啊 然后我们选的衣服啊 让我们的makeup artist呢 信任他 让他给我们做出决定 我们要怎么样的 然后告诉他 你喜欢的头发是绑起来的 还是放下的之类的 那我大概的这个shadow呢 我就已经是完成出来了 那我不知道你们呢 是不是看到我的这个shadow 但是呢我想要说呢 那这个shadow到底它是深的 它是浅的 或者是它是一个很大的 初一 还是重的 还是小的 其实我们根本是完全不懂 对吗 所以最好的呢 就是我们要以照片呢 来代表我们心里面 说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妆容 所以说如果要达到呢 你想要的妆容啊 就甚至是发型都好 我们一定要用照片 来呈现给我们的这个makeup artist 然后再让makeup artist呢 看一下我们的婚纱是怎么样 再帮我们做出最后的搭配的 那这样子呢 我相信呢 我们一定能够呢 就是做到 减少这个没有沟通的这一个环节 那而且呢 也能够达到呢 就是一个很良好的沟通的这一个效果 所以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那希望这个分享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呢 对这一个妆容的一点的概念 如果觉得我帮助到大家的话 请帮我share and lik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